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讲一下字幕 前两天我做了一期节目给大家报告 简映的专业版 开始把这个字幕生成和导出这个功能 列入收费的项目 那就有这个同学在群里头和在视频的底下留言 提到了一些关于字幕的相关的问题 我今天把这些问题来做一个集中的解答 好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 内嵌字幕 什么叫外挂字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下面的字幕 是跟视频在一起的 它镶嵌在里头 所以叫内嵌字幕 什么叫外挂字幕 外挂字幕就是当你点击这个齿轮的时候 这个地方如果看见一个叫做字幕 这样一个选项设置的时候 你看我是关闭的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只看见了内嵌的字幕 看不见外挂的字幕 当我点击它 我打开它 我发现这个视频有两个外挂字幕的选项 一个是繁体 一个是简体 比如说我选择一个繁体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外挂字幕 底下的这个是内嵌在视频里头的 这就是内嵌和外挂字幕的差别 如果一个视频它没有外挂字幕 它展现在视频的播放器里头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内嵌字幕 那么我点击这个齿轮的时候 发现这里头没有像刚才那个视频那样子 出现一个字幕的这样一个设置选项 证明这个视频没有外挂字幕 所以这个视频只有内嵌 没有外挂 这个视频既有内嵌又有外挂 那问题自然就来了 我为什么要选择 有的 我是应该基于什么样做出选择 就是用内嵌有什么好处 用外挂有什么好处 我是不是两额都用 还是讲如果只用一个 我选内嵌还是选外挂 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做这个字幕的目的 看起来是给观众 他在观影的时候 能够帮助他理解这个视频的内容 但是我这个字幕 是不是对油管的算法也有作用 好 这是我今天这期节目 要给大家解答的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理解了内嵌和外挂之间的差别 你就能知道内嵌字幕视频本体的一部分 它就是视频的 当我讲它视频一部分的时候 它就是它没有额外的文件 你这个视频这个M4 MP4这个文件就是一个视频 然后你可以发布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就一个文件扔上去上传就可以了 当你讲外挂字幕的时候 这外挂的部分是单独的一个文件 那视频有个文件 那字幕又是另外一个文件 那在油管里头 在后台 这是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属性编辑器里头 字幕这个页面 你可以看到老胡这期视频是没有外挂字幕 那么我要把它一个字幕挂上去 我就点击这个地方添加 那添加的时候 它就讲 你的字幕文件在哪 你上传 然后保存发布就可以了 这就挂上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独立于视频之外的 一个字幕文件 叫外挂 好 你理解了这一点 你就会知道 这样外挂字幕的特征 是独立于视频文件之外 那么也就是说 它要更单独生成一个文件 那内嵌字幕是它的一部分 就是说 你可以几乎上传到任何的其他的平台 所以 就是内嵌字幕 它有跨平台这样一个属性 那么内嵌 这个外挂字幕的话 你有的平台 有的播放器 它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外挂字幕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设置 好 另外一个的话 内嵌字幕 当你在做字幕的时候 你可以有各种的设置 因为这是视频内容的一部分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 总字这两个字放大 总字这两个字变成红颜色 或者下面来个下画线 你可以对这个字幕进行定制 放到左上角 左边对齐 居中对齐 用这个字体 用那个颜色 用这样的动画 用那样子转场 都可以 那么外挂字幕没有 外挂字幕是一个文本文件 往往来讲 大家通用的SRT的这种 外挂字幕的文件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可以按缺少的状态下 进行显示的设置 当然对于外挂的字幕 你可以进行一部分的设置 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选项 你可以选字体 你可以选字号 你可以选背景颜色 但是一般的人都不会去 我只看你这一个视频 我还来给你选 设置这些字体 对吧 都不会去操作 所以缺少的这个状态 外挂字幕就是这样子的 你平台给我怎么显示 我就怎么显示 就这么看 它的位置在哪个地方 就是在哪个地方 如果是很长的字幕 它换行 这个位置 就不可控 所以这就是外挂字幕 跟在表现信息的能力上面 有很大的差异 我现在讲的都基于SRT 这样一个外挂字幕的 这种文件格式 还有更高级的 更复杂的外挂字幕的 这种格式 你比如说 当它讲到这个话 总之这两个字 就让它出现在 这个女主窝的左边的 这个发梢这个地方 可以用什么大小 用什么颜色 可以 就是说外挂字幕 它是有这个能力的 弄得非常划烧 但是可能你会发现 很多其他的平台 都不接受 这个外挂字幕的 这个关键格式 或者是根本就不接受 这个外挂字幕 所以这就有局限性 好 那么你这样子一听 就是讲 外挂字幕这么麻烦 干脆不弄它呗 就能内嵌的 不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好 这就牵涉到 外挂字幕在油管上面的 一些额外的好处 你听听看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刚才把这个字幕 从关闭状态下 变成一个打开 因为我选择了中文繁体 所以你看到了一个繁体的 外挂字幕 注意到 当我点击进去的时候 因为我打开了这个字幕 出现了一个新的选项 叫做自动翻译 当我点击它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外语字幕 但是我这个自动翻译 会因为你打开了中文的外挂字幕 它就会自动启动翻译的功能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把它翻译成俄语 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是俄国的一个观众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 主播在说中文 但是我可以看到俄语的字幕 而我作为博主 我没有上传俄语的字幕文件 我只上传了中文简体和中文繁体 两个外挂字幕的这样一个文件 所以这是上传一个外挂文件的好处 在这个地方 可以让国际的观众 也可以看你的视频 好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有同学问 这个字幕做完了以后 是对观众有好处 对吧 我额语观众 我也可以看这个视频 当然这个自动翻译的准确度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对算法有什么好处呢 对算法的也有额外的好处 比如说你这个内嵌字幕放在这里头 我这个算法去扫描你的视频的时候 文字的识别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在一个视频里面 去在一个区域里头识别文字 那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 那就当它不容易 就会导致什么呢 需要比较大的算力来识别 比如说你 请你把这个 在视频里头的内嵌字幕 给我全部识别出来 油管的算法能不能做到 能做到 基本上我估计准确率 不会差于95%或者98%这样的区域 但是呢 油管它不会主动去进行这个方面的识别 因为它要耗费大量的算力 那啥意思呢 就是油管能有你的音频 有这个嵌入字幕 但是呢 它不太清楚 你每说的 你所说的所有的话 和所有的这个词汇和概念 关键字 好 那如果你上传了一个字幕文件 第一 你是会大概率 对那些字幕文件里头出现的 那些术语 关键字 错别字进行定证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字幕文件很大概率 就是自动听写过来就有95%的这个准确率 然后你在做后期的时候还修改了那些错别字 那么也就是说你最后这个字幕文件基本上是准确的 那准确这个字幕文件是一个文本文件 是非常非常小的 油管要处理你这个字幕文件 它是极快的 是秒这个级别 它就是在秒这个级别 非常小的算力 非常快速的时间 它就能够知道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它能准确理解你这个视频的内容 那你讲 当它掌握了这个整个的这篇文章的每一个字的时候 它会在乎你的封面 在乎你的什么标题 关键字 那个什么标签 这种 它根本就不需要 因为它 比如说一个口播内容的话 它 就是说 它已经准确的掌握了你的这个视频的所有的内容 然后它就可以实现比较精准的推荐了 如果你只有声音 我没有这个外挂 我有内嵌字幕 我刚才讲的 它的确是有这个能力 去扫描你这个视频 然后把一个个字给你抠出来了 准确度也挺高 但是呢 它不会去干这个事情 因为对它来讲 对平台来讲 是个赔本的买卖 所以 当你的频道比较小的时候 你要准确的介绍你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加上外挂字幕 的确是对 这个油管的算法 理解你的视频 有极大的帮助 所以这就是 在小的频道 初创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 去加上外挂字幕 如果是口播类的节目 如果你是手工DIY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外挂字幕 是帮助油管的算法 一个非常轻量级的 观众可以做的 但是呢 对油管的算法 理解你的视频 帮助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应该做 以口播为主的视频 如果是 在频道比较小的时候 强烈建议 大家要做外挂的字幕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的视频 你觉得会有很多的 国际观众 那这个时候 你也应该通过 外挂字幕 这种方式 能启用 自动翻译 这个功能 对吧 我刚才已经 跟大家展示了 好 像老胡这个节目 我完全不指望 不指望 说俄语 说阿拉伯语的人 来跟着我来学油管 所以呢 你看我几乎 我都不用外挂字幕 就这个道理 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 会做这样一个 做这样一个主动的 明确的 基于逻辑的这样一个决定 你该加还是不该加 好 在这个地方顺带讲一下 有很多人讲 如果是我用很多种不同的语言 那么就 对于终端用户 他就很 他就很友好 对吧 所以你就会看到 有的频道非常小 然后在这个地方 会发现这个字幕挂了 100多种字幕 什么77种字幕 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 是完全不推荐的 那你的频道如果大了的话 你只要挂一个字幕 然后其他依赖自动 这个生成 别人会看就来看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 多做这个动作 那么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国际这种频道的话 我建议大家 就是说你去教验 就是说你中文的一个外挂 然后你做一个英文的 因为所有的全世界的 不同语言的人 当他在油管这个平台上面来 他多数都会接受 一个英文的节目 就是说他 如果从中文翻译成 这个老挝语 他觉得麻烦的话 这帮人大概率 从英文翻译成老挝语 他不会觉得特别麻烦 他觉得是天经地义 他觉得是应该的 这就是英文在整个的世界 交流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他占有这样的主导地位 所以你要 如果是你有很多的国际观众 不是去伺候一个个语种 而是把你的英文的 那个翻译的那个版本 把它校准 然后就用自动翻译的东西 让它去传播到全世界 就是你要把好钢 用在刀刃上面 要保护你的时间和精力 要起最大化一个功用 而不是去在这个地方 去折腾135种语言 好像全世界人民都在看你 做这期节目一样 这个是完全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的一种做法 好 最后总结一下 内嵌 外挂 两种字幕 看你的场合 去决定 你应不应该去使用它 在早期的时候 我会建议 就是如果你认为 你的内容 如果是有翻译这个字幕的话 会极大的 这个国际观众也看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 用这个外挂字幕 如果这个不是很多人的话 我不会建议你去 做花这个功夫 去做这种外挂字幕 你反而就干脆就是做 双语字幕 把它内嵌在里头 就好了 然后这种方式 就是能够满足中文和英语 这个世界就足够大了 那这样子 观影的体验 和这个视频的全平台发布 它的这个障碍最小 这个最方便 会得到极大的传播 这就已经足够了 然后我刚才讲的 外挂字幕的一个好处 就是让这个算法能够理解你 这个东西 有其他的弥补方法 封面 标题 关键字 和这个标签等等 或者是简介 这些东西都能够帮助 这个算法 准确的理解 你这个视频 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 你没有基本能力 介绍清楚的话 那你这期节目 就是 你就 你就没有这种 基本的自我介绍的 这种能力 对吧 所以不用特别 虽然我刚才讲了 油管的算法 有基于 外挂字幕 快速处理 提取你信息的 这种 这种好处 但是你没有必要 被这种好处所绑架 因为其他的东西 完全可以实现 这个 这样一个功能 好 这就是 关于字幕 相关的几个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 在理解的基础上 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加以 灵活的使用 好 这就是老婆今天的分享 谢谢 再见